在這個教導裏面就有三個部份 大家記得嗎? 第一個部份是活在神的愛和計劃 一起講 活在神的愛和計劃 也不是這裏 這裏是那些大綱 去到有一裏是分開一個中文第六的 有一個中文第六的 這個是大綱 三個部份一起講一次 第一個部份就是活在神的愛和計劃之中 一起講 就是神的愛和計劃之中 這個希望大家記得 記住 因為它是幫助生命的 然後第二 就是 是很厚的 很厚的 一直下降的 一直下降很多的 OK 然後第二就是 別忘了那裏忘了那裏 第二就是 處理生命中一切的問題 處理生命中一切的問題 第三 發揮生命 這個是一個全面性幫助人 處理生命 發揮生命的一個教導 而 第一個部份就是活在神的愛和計劃 一起講 活在神的愛和計劃 有三個要點 第一個要點就是 每人飽得神的前愛 一起講 每人飽得神的前愛 第二就是 就是 當我們親近神和遵從神的時候 神會凡事祝福我們 可以簡單說 神凡事祝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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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就是 神在我心裏有禽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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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面就是 處理生命 第四點是 處理生命 就是 不給人和環境影響 一起講 不給人和環境影響 第五就是 用神的價值觀 取代世界的價值觀 用神的價值觀 取代世界的價值觀 就是上個禮拜我講到的 今次就是講到第六點和第七點 第六點就是 深信犯任何一件罪必有破壞性 所以就謹慎自己不犯任何一件罪 其實我現在簡化了它 第六點就是 任何一件罪必有破壞性 很多時候為何人處理不了罪呢 因為覺得不重要 就是 我老公老婆做這樣的錯事 當然是罵他 就是犯他的脾氣 即是說一些說話 令他傷心令他不開心 有時候會特意刺他 你覺得他做錯 當然是罵他 要罵他 你覺得不重要嗎 基本上因為覺得不重要 就是你犯他的脾氣 說一次大案 什麼所謂呢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就覺得 就是 很多罪我們覺得是小罪 或者是內心的 譬如他心裏有時候 留意不到的 譬如不喜歡某個人 排斥某個人 在他心裏有些抗拒 譬如說 譬如說 難了神的工作 亦都難了我們的生命 我是很深信 無論任何的意念 任何的言言 任何的行為 是不合乎神的 心裏都有可違性的 當你真的深信這件事 你就會對付罪 如果覺得那所謂的犯怨 那就求耶穌射臉 那就算了 那麼耶穌真的射臉 但那一罪一定有個後果 你有沒有發覺 以前的罪 雖然耶穌射過我們的罪 但有時的心裏面 會有一些的控訴 譬如你想想 如果你每天都犯罪的話 是不是每天的心裏面 都會有控訴 都不會完全釋放 所以 雖然耶穌是真的射念 真的釋放我們 但我們的內心 會指控我們 並且犯罪之後 和人的關係 和人自己的關係 是受影響的 即每一樣罪 都必定有一個破壞性的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書 六章八節 信像情慾殺種的 必從情慾收壞壞 信像性靈殺種的 必從性靈收壞生 那麼這裏呢 就是插秧 但如果你想像插的 不是秧 而是罪 當你仲是罪的時候 自然的後果是壞壞的 自然的心裏面有很多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家庭 我們最見得多就是家庭 為什麼家庭這麼多問題 這麼多吵架 這麼多情緒 這麼多不好的事情 就是很多很多小的問題 激氣 或者不負責任 對方不太有愛心 這些 有時很小的事 就影響了我們和家人的關係 在教會都是一樣的 在牧羊的過程 我可以說 雙方都會有罪 為什麼有罪呢 有時候 但我未必好聽 帶領的人的教導 心裏面又抗拒 而帶領的人有時候 心裏就是 這班教律真是很難教 為什麼經常都不聽話 教也都不聽話 不很順服 心裏面很容易會 那些是乖 那些是不乖的 這個意念呢 可以單是一個評估 就沒有問題 但是呢 往往我們這個評估之後 就會有一種 對某些人有負面的情緒 你有沒有發覺 你見到某些人 你特別歡喜 有些人 你一見到他們 已經有一種不歡喜的感覺 有時候 那這種情緒 就影響了 就是影響了全條魂 影響了教友 影響了整個教會 就是我們不知覺的 在家裡都是一樣的 我們跟某些家人 那個關係是好一點的 那個感覺是很好的 但是跟某些家人 那個關係不太好的時候 是影響了那個關係 也影響了自己內心的世界 那我想問大家的問題 你有沒有想到一種罪是 就是你偶然犯一犯 有個心中意念 是沒有不良的後果 有沒有這一樣罪 你犯一犯 沒有什麼不良的後果 能不能想到 其實是不會有的 每一樣罪是 即是沒有不良的後果 每一樣罪都必然有破壞性 他一定會收敗壞 即是每一樣罪都會有敗壞 怎樣敗壞呢 在心裡面有些不喜歡人 就會造成自己 對人有排斥 不願意幫助他 有一種厭棄他的心 而且也都因為這樣的緣故 對自己都有一種負面的感覺 即是我們在心裡面 任何的罪 有時有些人會說 我不是那麼多罪 因為我最近都沒有犯罪 我會用兩個方法來講到罪 一個方法是怎樣呢 沒有盡心愛神 和愛人而己 已經是罪 什麼叫盡心 盡心盡意盡愛神 即是 盡心 神你真是好 我真是好愛你 真是好感激你 好歡喜你 好愛慕你 好愛慕你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是做得到這些 神要大大祝福你 盡力去幫助人 我們是不是這樣看人 我們未必會這樣看人 看到人的時候 總是說 其實他有什麼不好的 幫他都沒有用的 我們做不到這件事 神已經是犯罪 另一個圖片就是這樣 規決上帝的名義就是罪 那天上的聖徒 你可以想像天上的聖徒是怎樣的 充滿喜樂 充滿愛 完全沒有偏見 當你去到天堂的時候 可能曾經有些基督徒 也有些問題 可能有些不太喜歡你 或者你不太喜歡他 你一上到天堂 發覺他出現 原來他 一看到我這麼開心 你可以想像嗎 看到一個曾經對我們 可能有一些介意的基督徒 在世上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試過有些人 在你生命中 你有些事情 是跟他有些不好的關係發生過的 你看到他的時候 在世上見到的時候 有時候 如果走對面街 走過都免得叫 不用叫一次還好 有時候有些人 我們會不太看錯的 但是去到天堂 我發現 哇 他完全沒有了這些戒心 完全沒有了這些偏見 天堂是很美好的 聖結是很美麗的 有一個教導 神經過一起說 聖結是非常美麗的 聖結是非常美麗的 在天堂是有完全的聖結 是非常之美麗的 非常之美麗的 要大家想想 當你研究天上的聖徒和地上的聖徒 在教堂 在家裡 在基督徒的家裡 是不是好像天上那樣 將免神的榮耀 是不是 就是 天天充滿喜樂 愛心 說真的 每一句話 聽起來真的很甘甜 充滿愛 是不是這樣 我相信大家 說 批決上帝的榮耀 好像距離很遠 為什麼呢 因為人的心是有很多自私 就是有時候 就是 我相信大家 不會偷東西 不會去打人 就是 我相信你都沒有說謊 應該 但是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沒有聖 其實我們是 很多地方 沒有顯出 張顯實有的榮耀 已經是聖 就是 不像天上的聖徒 所以在家庭裡 總有很多 猛症 激氣 你說他做錯事 那不猛症 怎麼 幫他改 其實有辦法 你有耐性 譬如 你兒子寫字 當然寫字 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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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多多寫字 你能有柔和方法 和欣賞 你真的很勤力 你這樣勤力 現在現在一刻都不能學到 不過你慢慢就能學到 我們時日欣賞他 他會覺得 但是爸爸媽媽教授是很喜歡的 我記得我小時候有一次 這是我一次的經歷 我爸爸寫毛筆字 那時候很小時候 可能是一年年八 那時候我們都要寫毛筆字 上大人很遠的 有沒有見過 那次我爸爸 看到我寫得不太像 他拿著我的手 然後寫 我爸爸畫得非常漂亮 一寫就很漂亮 那同時我覺得很漂亮 但另一種感覺是非常溫暖 他沒有罵我 沒有說你寫得那麼醜怪 那麼肉酸 他只是拿著我的手 然後寫 這個當時給我一個非常溫暖的感覺 如果在我們家裡 每次都是充滿溫暖愛 是不是很不同 但是我以前沒有じゃあ顯天上 union 那種子的那種是 當我們沒有張顯神的nom 當我們泡泡掣已做眉頭 已經是有kami 你可能會說這樣很辛苦 意思不是說神要追討你做未來的罪 而是要點就是我們可以追求好像天上的聖徒 經常想到神真是美善 神會佔顧我一切 所以我可以輕輕鬆鬆做人 這樣的時候你去達到無罪是比較容易 但如果你經常死了 我心中現在又想一些壞事 怎麼辦 怎樣剷掉它 總是有些不喜歡他 很難剷掉 因為他人太過黑人真 剷不走的感覺 但如果我們說神那麼愛我 神那麼歡喜我 我都可以用神的眼光看見他 雖然神也看見他 不過神也看見他 不要一樣那麼疼他 這件事是我們很難明白的 神就是這麼美善的 當我們不是彰顯神的榮就是罪 那我想說的意思是給大家知覺 就不是叫大家經常都 哎呀 死了 我有罪了 哎呀 我有罪了 我們應該知道有罪 不過不要經常都打仇自己 即是我們要知覺有罪 以後要對付 待會會講到怎樣對付 是有方法的 但千萬不要用以罪打罪 這個以罪打罪呢 你真是沒用了 當然會犯罪了 有些人會這樣說 又控訴自己了 你真是沒有了 即是用一個控訴的方法 其實是處理不到的 好了 那這裏我想說一下 就是任何的罪 無論是多小 多小的不好的意見 都會有破壞性 而什麼是罪呢 就是任何將於神的榮言 已經是罪了 好了 下一個經歷為世童 雅各書二章十節 因為凡遵守全律法定 只在一條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總條 那很多人說不是 明明我們沒有犯那條界定 那怎會犯了這條呢 當人有一個不好的意見 譬如你不喜歡某個人 不喜歡某個人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會對他有藐視 對他有排斥 就會難於去幫他 又會難於祈禱 就覺得自己的心裏有些阻礙 亦都是會 跟著 就是影響我們自己 就是任何的罪 會影響我們同的關係 影響自己的內心 影響自己的家庭 影響我們的教會事同 任何一種罪都可以影響 那當然呢 就是罪有影響力又大又小 就是有些罪呢 尤其當那些罪留在心中的時候 譬如一直不喜歡一個人 你有沒有試過生過一個人 生過超過一天的 有 你發覺生過超過一天 可能會覺得是 哪是一天啊 就是起碼的數字 生過一天 你發覺那天很不成功 好像很多事情都不成功 祈禱又不成功 如果你那天要令小組 又好像很不成功 要做什麼事務又很不成功 就是那種罪是會影響的 那就是說那種罪處在我們心裡面越長 那種罪會影響越大 或者在我們的心裡越大 而任何多小的罪 就是這麼多一個意念 很簡單 有時呢 人家做了一件事 立刻心裡的人 唉 都做得不好的 然後又忘記了 但這個意念會有什麼後果呢 然後就會時時刻對別人做什麼 一刻不好的 就是會成為一種習慣 一個小的意念 可以成為一個習慣 所以 任何一個罪都會牽臉 其他的概念 會犯了其他概念 好了 先講到就是 如果有罪有破壞性 不要以為他沒有破壞性 不要以為他犯罪 不要以為他犯罪 接著第七呢 是另一點 我們一起讀一下 深信耶穌寄以聖過罪和一條世 我們靠著神 逐步聖過罪是不能的 我現在就已經寫過這個 這個版本 我收回過 這裏我簡寫了就是 我們可以靠著神 聖過所有的罪 即是靠著神 可以在所有的罪上得勝 但有些人說 沒有可能 我們都是罪人 那我想說 不是說我們沒有了一切的罪 知道神眼中我們怎麼有罪 不過當我意念出現的罪意念 即是出現 盡快處理 即盡快可以勝過 即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 在這個世界上 我想是很少人 一天呢 完全沒有任何罪的意念 即是由早到晚了 我想問一下 這裡有沒有人 你由早到現在 是沒有任何的那麽多怨氣 負面 有些對某些事情的不好的看法 對人有不好的看法 不開心 沒有感謝神 有一種埋怨 有沒有人 從早到現在 是從來沒有任何一個罪的意念 在身邊出現過的 請你舉手 即是我也想認識你 我都說 我也有過 即是我也有罪的意念 不過呢 我就處理慣了 我很快處理 而且我處理慣了 那些罪意念出現是很少的 而且有時候出現是閃一閃 我立即就已經刪除它 因為我已經習慣了 敏感 那我想說 我們不會完全沒有罪的意念 我們在神的眼中 就算我們聖過罪 我們都不是一百分之百分之 在神的完美的眼中 即是你想想 如果耶穌在我們旁邊 耶穌要像我們那樣 面對那些困難 耶穌的態度 耶穌的心態 耶穌的做法 耶穌說的方法 跟我們一定有很大的距離 即是我們是達不到神的完美的要求 但是我所說的 我們不是一百分之百達到神的要求 而是我們知覺的罪 就是處理 即是在我們知覺上的罪 能夠一樣一樣去勝過 那有些人說 沒有可能的 我待會會說俗仰俗 俗仰俗 即不是俗仰 即是我說某些的罪 幫助大家看到 是可以得勝 那得勝有什麼好處呢 是真的很好 你真的整個人都鬆了 你會 即是心裏面 也有信心 神可以幫到我 我可以幫到人的 在心靈裏面 是會很輕鬆的 是有力量的 首先聖經是答應我們的 羅馬書八章三十七節一齊錄下 然而靠著化國的主 再者一切在事上 已經得勝有緣了 聖經講到 我們是可以得勝有緣的 是得勝有緣的 是得勝有緣的 我們可以得勝有緣的 我們可以得勝有的一切的罪 當然有由 感謝耶穌 蒂摩太前書6章14節 要守者明明 毫不吱夫 無可指責 直到我們敵的主耶穌基督祈賓 這一套保羅提摩太說 指你要守些明明 完全不能吱夫 無可指責 完全遵守神的界限 就是人能達到的程度 能夠完全地 無可指責 有些人說是不可能的 用神的絕對標準是不可能的 但用人的標準呢 我們可以盡力去完全遵到神 但我都會說一定有做錯的地方 問題就是我們那些做錯 是否能夠繼續留到 還是幾秒鐘幾分鐘的處理 盡快在幾分鐘或幾秒鐘處理 是可以的 是可行的 是我自己真的去實行的 所以我這裏才說 人不會完全沒有罪的意念 我們第一樣有罪意念 就立即求主射臉 但很多人就不是這樣 例如我用一個例子 例如剛剛那個人說 然後一發生氣 一發生氣 真是壞 為何不發生氣呢 明明不想發生氣 也許有時候人看到色情的圖畫 或者穿衣很暴露的人 你會看到有些罪意念 即是又犯罪了 如果我們的心裏指控自己 然後反這個罪就會掉下去 但如果我們接手 我們是有罪的性情 但我爭恨這個罪 但我不用因此而爭恨自己 這個東西很重要 即是例如我講自己 我講自己 例如見到一個人 穿衣服很性感的在車上 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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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意念很性感 我可以說又壞了 為何會這樣想呢 但我立即靈開了 我會接受 我都可以有一個意念閃出來 但我立即把他閃出來 就不要跟著說 糟了我真是壞了 又想起一些不好的事 其實沒有想到一個意念閃出來 但我如果繼續指控自己 那我就在半天內疚了 就是我想說 就是不要半天內疚 立即是求耶穌世面 立即將他斬斷 不要因為我們有罪的意念出現 而覺得很驚奇 即是我們都是罪人 也有罪的意念 我不是說那些罪的意念不重要 而是我說 不要因為罪的意念 而打沉自己 有沒有試過 唉 說一句話一說出來 唉 真是壞了 唉 那就想了半天 其實這個想法 是傷害我們多過那個罪的人 因為這個打沉自己 就是罪的人 打沉自己就是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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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反了罪馬上求主整年 馬上求主幫助 聖過這個罪惡 所以第一句話 不要繼續說 自責 自責本身是一個罪 我想說 知罪不是罪 但你持續的自責是罪 甚麼意思呢 你說 我有罪了 求耶穌臉沒問題 但我想問 大家有試過這樣嗎 你犯一個罪 然後你就說 真是罪 為甚麼會這樣 真是怎麼這麼說話 以前為甚麼犯這個罪 真是 哎呀 不知道耶穌捨不捨臉我 真是不好了 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情況 這些情況 你覺得是神 聖靈這樣感動 你經常說 哎呀 真是壞了 哎呀 真是沒用了 是不是神喜歡我們這樣想呢 不是 神想我們悔改就認罪 就赦免 就放手 就不是叫我們繼續 一直給罪指控 罪的指控就是魔鬼 魔鬼是咒夜控訴弟兄 還有我們的罪性情 是咒夜控訴弟兄 其實我們的罪性情有一個傾向 第一 未犯罪 他就喜歡引我們犯罪 犯了罪呢 他就會說你壞的 我聽說你的聲音 就很喜歡說我們壞的 就會控訴我們 令我們覺得很內疚 所以我鼓勵大家 當你有罪的意念 不要覺得那麼出奇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罪的意念 不過我們立刻處理 但不要說 罪的意念不重要 又不是這樣 是緊要 不過我立刻說 接受我是一個罪人 求耶穌醒我 我立刻就忘記了 好了 這裡我講到 就是用聖經的觀念取代 譬如這樣 當我們想以惡報惡 那人對我們不好 用聖經的觀念 這個就是 一會兒我會講到 這個德性五部曲的第三部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第三部 這裡就是我把一些聖經的觀念取代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些觀念大家都知道 不過很多時候 在那個情況 人家對我們不好 我們通常會出現什麼呢 通常會說 剛剛數的都不好 我搞錯這個人 信耶穌這麼久還是這樣 這樣說話怎麼可以 你又做組長又這樣說話 你呢又 嘩 事事都犯過又是這樣說 嘩 你講這麼多次都是這樣 怎麼跟你相處 會不會這樣想 我們會不斷去數它 不斷去數它 其實這個就是罪 因為這個是負面看這個人 當我們知道 他意惡報惡的時候 用聖經的觀念就是 接受他又有罪 聖經的觀念就是 世人都犯的罪 不出奇的 他犯的罪有什麼出奇呢 牧師都會說錯話 忽然間帶了他出來說錯 不要看得那麼大件事 一方面呢 要看得那麼大件事 一方面不要看得那麼大件事 什麼意思 有沒有解釋清楚 就是說 罪是大件事 但是 世人都有罪 所以你不要覺得那麼驚奇 就是說 有時 傳統人牧師 早上打了一句說話 不應該說的 不應該說出來 不要覺得 嘩 世界沒人了 為什麼這樣 這個教會好像黑暗 連早上都是這樣 牧師都是這樣 不要來這個教堂了 全世界的教會都不行 全世界都失敗 這樣呢 就變成了一個非常負面的處理方法 但是呢 當我們接受 接受 那些人 負面說話是錯的 他說這句說話是錯的 我接受是錯 不過他是罪人 所以他會說出這件事 就是我們那個教徒 都仍然是罪人 我們有罪人 又是聖徒 同時有罪的聲情 他會這樣說出來 不要看得那麼嚴重 現在我一時 一時說話是錯失 不要看得那麼嚴重 不要放在心上那麼嚴重 他都會這樣衝口而出 如果可以 我們會找機會幫他 但是 如果暫時不是那個機會 不開小組 不用那麼緊張 不用突然起床 走了 我不開小組 或者突然又彈一句 反彈回來 這些說話 就會造成一種傷害 人呢 我想說的是什麼 很容易會用人的方法去處理罪 就是把一些罪誇大了 反應誇大了 其實如果你想清楚 不是很複雜的 譬如假設的情況 有個問題 討論問題 如果有人對你說不好的話 你怎樣處理呢 那你當然是說 他講不好說話 他講錯而已 不用你上心的 他祝福 沒有給他影響 說回任何的說話 這些大家會過 不過到時候 又忘記了 就在那裡數他 搞錯呀 他已經這麼久 日子做組長 都會這樣 那我們就會數他 將事情誇大了 於是 就覺得很嚴重 於是我們的反應 就跟著犯罪了 所以這個 反過來 用聖經 很簡單 聖經的教導很簡單 就是 我祝福人的 他對我不好 我也祝福他 我也接納他 也原諒他 在我們心中 習慣處理好 一些我們常見的人 因為犯罪的情況 譬如你的家人 經常罵你的 那你心中處理好 他罵我呢 是他的脾氣 他的急躁 或者他太負責任的時候 是出於好意的 譬如媽媽 或者太太 她很想的事情整齊 丈夫的事情 戀平 太太就會發脾氣 其實他發脾氣是出於好意的 如果照顧公公看 就說 我真的老公 我老婆 很愛我 所以看見我便宜 所以發脾氣 我接受他 其實他出於好意的 太太你真好 你這麼緊張 我會盡量買得好 我會盡量買得好些 那便沒事了 但如果 我又結婚第一天 到你今天 你每天看見我 把東西都這樣 你都這樣罵 我真的沒有興趣了 不如我去離婚 就將事情誇大得很嚴重 就是因為他的反應 將事情誇大了 就是接受 他又會說錯話 我又會說錯話 說錯話不出奇 但說錯話是不對的 我會悔改 要求出社會 就是聖地是觀念 罵他蠢材的時候 你教了 九五次 七五三十五 為什麼七五三十四呢 為什麼三十四出來呢 七五三十五 那些人就說 嘿 有時候教了小孩子的數 或者教了一件事 教了一個人 彈結他 為什麼教樓都不懂 彈琴 為什麼 彈琴 為什麼做人不懂 我們心裡 就會在那裡疑惑 這麼蠢 哎呀 哎呀 真是 人蠢無入依 真是慘 這件事 用一個這樣的觀點 就很慘 看到人都會覺得很猛 我也聽過 有些人是教音樂的 但是他教得很猛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 每個人都蠢都不得了 為什麼世界上 那些人都不像我自己 這麼聰明 怎麼都不太 那我們就把事情 誇大了 這麼嚴重了 但是 我們想過 其實人人都有慢 不要緊要 有些快有些慢 就是慢慢來教 那我最近呢 我是有一個情況 那這個情況呢 大家也不知道是誰 我只是用一個例子 來講出 那我 有一個情況 我就聽到 有一個組長 在和小組的組員一起的時候 他就 我就聽到他的句話 他就說 你這樣 不如我回家 就是組長 不如我回家 那我都顧其什麼事呢 然後他又跟那些組員說 他說 你們出去跑三個圈 三個圈 那他們當然沒有跑 那我就知道有些事發生 那我就走出去 我就 就是 我知道那個是 那個組長是誰 還有 他是很願意事無主的 他很有心的 那我就 就是我想幫他 但是我看那個情況 因為如果他們在開組 我一定不會 不會查到他 但是那時候 剛剛那兩個人 那個組員 就去了十個圈 就剩下他一部 那我就 我知道他當日 他是有些情緒 那我就 不想他的情緒繼續 那於是我就 立刻趁機會 他走開 我就問他 那我就說 你有沒有留意者 才說的話 對他們有什麼影響 那他就沒有回答我這句話 他就回答什麼呢 他說我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 我要讓他知道 他這樣 這麼累 就是一批東西 這樣夾到 他要有個後果 於是 我就要這樣跟他說話 那我就 我就跟他說 我就說 這個 的確他是 就是 他來到開組 他又沒有好的態度 就是一批東西 那都不對 很累 但是當你這樣說 你說 我走了 我不帶組 你出去跑三個圈 是否會令他好一點 是不會的 只是令到他們 是會更加急躁的 更加不開心的 但是他始終 不太明白這件事 那後來我就 另一個例子 我說呢 人有很多種的 有些人你拉起他 啊 很快起 啊 你拉 立刻自己自發 你已經很快的成長 有一種人你拉起他 他起得慢一點 不過他也起的 有些人你拉起他 他呢 是很少很少的 給神改變的 有些人拉起他 拉著他 不動的 有些人你拉他 他抗拒你的 有很多種人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 領導的人呢 我們看到有些人 拉你氣甲歡氣 有些人拉不動 我們很 可能很辛苦 不開心 但是如果我們這樣 他負面的說話 可以影響很大 譬如我在律師 我在說 你不要太多 我今天不說了 拜拜 自己反省吧 那會不會 那個人反省呢 不會啊 那個人就說 哇 什麼業務司 幹什麼事啊 吃了火藥 什麼業務司 這樣發生的 哇 我不來聽了 變成了 我的情緒有影響 我就說 你想幫他 反而你的情緒 應該要他 其實我起初 我用一個問的方式 去問他 你覺得你的說話 對他有什麼影響 但是我看到這個人 是很好的 他真的很好的 我也用溫和說 你可以的 你做到的 你可以做到的 後來他又發訊息給我 多謝我 提醒他 他不知覺到他 那我想說的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就算幫人 都不知道自己 有些情緒就走出來 就爛了我們 我們的罪 在不知不覺之間走出來 他心裡面覺得 人類也存在 那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當你知覺的時候 知覺 原來我的情緒 有相反的效果 比如你想你的老公 你的老婆 你的子女聽話 你越猛 他越不聽話 當我們知覺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求神 給我聰明智慧 你問神一定有 其實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 用溫和的話 欣賞他 鼓勵他 他做得好 我馬上賺罪 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不過到那時候 總是不太想做 因為那時候 你情緒不一樣 但是我們知覺 因為你的神 就可以處理到 其實我想說什麼呢 其實所有的罪 當我們知覺的神 知覺的嚴重性 都可以處理到 那個問題 我們不是覺得它這麼嚴重 好了 發脾氣 發脾氣 也有很多事 因為我們覺得事情完美 人們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對人們有一種要求 希望他如何好 但是他不達到這個標準 就是我們高的標準 但是人們達不到 其實脾氣越發 就越幫不到 我們自己告訴自己 脾氣越發 越幫不到人 反而我能夠平心靜氣 能夠柔和的心 接受他做錯事 沒有問題 一起說這句話 人做錯事沒有問題 人做錯事沒有問題 只要他悔改就可以了 只要他悔改 我不用懵疹 越急越不改 越急就越不改 其實我們知道這道理 我們能夠當時祈禱 安靜下來 然後用柔和的說話 他就會改善 所以脾氣就說 心裡發出善出來 一種柔和的心 就可以幫助人 那又不念了 這個東西是現代的基督徒 面對一個跟你以前更多試探 因為網上實在太多太多太容易 現在很多人說 看這些不色情的網 我都不知道 就在網上看 可能我們中間有人會有這種試探 或者你領導的小組會有這種試探 或者你所領導的父母 他的子女會有這種試探 他實際上很難有這種能力 有這種動力 我不看 這些是破壞我的 普通人是很難有這種動力 所以一定需要教導 但因為很多傳統人和組長 是很怕講的題目 因為覺得太過勇酸了 很醜怪 於是便不講 但越不講 那罪就越持續 所以我們是要講 但講得來 是要能夠用一個最好的方法 其實我們看 一方面正面看 彼此相愛婚姻是很美麗的 婚姻是非常美麗的 一個尊重男性女性的心態 是非常美麗的 神做男做女是有很美好的一面 男性會給人一種安全感 一種穩定感 女性會給人一種溫柔感 一種摘牙照顧的感覺 即是男性女性都非常好的 但在男女相處 很多時候會有錯誤的觀念 看到異性就開始 不知是否他喜歡我 就會問了自己 當這些污畏意念在他心裏 我們就不能對人有一個健康的看法 從小到大開始 看見異性就想到他的身體構造 這就會造成一種污畏的意念 在他心裏 當人們在這些罪我裏 他就看到異性 他心裏就想到一些污畏的東西 他心裏就不得了解症 亦都能夠在整個生命 得到神的祝福 如果我們想神的祝福 我們越走聖劍的路 越尊重人的時候 越尊重人的婚姻 越是輕省平安 神越是祝福你 將來有一個更好的太太和丈夫 或者你的單身是更加美麗的 但如果人在污畏裏面的時候 他越是發揮不到的 那魔鬼就將你所有的拿走 令到你的生命不發揮 當你看到 想增憑這個罪 接著就說 每一次有這個罪的意念 就要提醒自己 這個罪是會破壞我的 我奉耶穌明白 我要拒絕它 我立即要離開 也要接受 我會有這個罪的意念出現 不要覺得世界無人 不要覺得這個罪無可捨 這個罪是可以很嚴重的 但不要有這個罪不斷的自責 我立即求主耶穌整年 我就去承諾 但的確這個罪是需要有周圍的人幫助 為甚麼呢 因為一個小孩子或一個年輕人 他很難能夠有能力去面對這個罪 所以需要我們去扶持他 鼓勵他提醒他 去跟他聽一些好的價值 價值觀 正神的價值觀 神為甚麼祝福你約室 為甚麼聽神的話 為甚麼興起他成為偉大的人 我們相信神是掌握一切的 如果你好像約室一樣 神可以興起你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你上不去走這條路呢 讓他看到正面 和不斷地提醒他 他就會有這個好的價值觀 但有很多時候 我見到很多基督徒的年輕人 他們經常都聊天 聊天就聊天 拍拖 而和一些不順的拍拖 即是有時 我聽到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多教會 是缺乏這方面的教育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這裏所說的就是 用聖經的觀念取代 又有得四五步曲 這個我們曾經說過 第一 記不記得 第一 是敏感到這個罪 一起說 敏感到這個罪 第二 深信他有甚麼 破壞性 第三 用聖經處理 第四 親近神得力 即是看聖經祈禱 第五 選擇信服 希望大家記得 看著我看一看 記得 第一是甚麼 敏感這個信律存在 我現在有點生氣 我現在有些不好的意念 第二 深信他破壞性 第三 用聖經處理 第四 親近神得力 第五 選擇 那 即是我自己是真的去做的 為甚麼呢 為甚麼我真的去做呢 我有幾個意念是沒有的 第一 我現在是在耶穌基督的根基上建造 在哥倫多前書第三章 那個人在建造 那我這麼努力建造 我寫很多材料 教導 去幫助人 用很多時間去幫人 我建造 我建造很努力的建造 然後我又犯罪 就是把自己的柴位 我告訴你 如果我建造 我深信實是祝福的 限時的路 最好是祝福更多人 那我自己又起 有自己的犯罪 第一 就是會有柴位 第二 有時候柴位大到可以 完全沒有回頭 餘人的 例如 如果有人犯了奸任 他可以以後沒有試夢的機會 即是完全破壞了 人對他的信任 所以 這個東西這麼嚴重 我們真的要看重了 即是說 一樣罪可以有很大的害性 我心裏 有事 另一個例子 如果跟人關係不好 發脾氣一鬧 有些人說 不去這個教會 去另一個教會 我認識一個人 他在一個教會裏參與事務 我看著他 這個在宣教的地方 我看著他 這個人介紹我去那個地方 那個牧師跟他講 有一樣東西他要改的 或者他做錯 他跟著跟牧師說 他說 那我走了 哇 我聽到很懶惰 真的 我當然不會馬上跟他聊 我後來跟他聊 臨到走的時候 我跟他去到火車站的時候 我看到他一直都很信任我 我就跟他說這件事 我就問他 你當時說什麼話 你心裏面臨什麼 他說 他不喜歡我 我就去別處做 我說你去別處 待會別處就是這樣 你又再去第三處 因為去第四處 你去一下就沒有了 現在人家傳開你 沒有了前途 我去解釋給他聽 有些人 他認為他一下子發出來 不重要 人的情緒 人的脾氣 可以破壞我們前面的路 還有人會傳開說話 傳開的時候 以後那個明星破壞了的時候 是以後那個時夢 是破壞了的 所以我們 譬如很簡單 如果婚姻有問題 傳開了的時候 根本你很難參加 參加很多時夢 即是教會就說 說你婚姻都不行 你怎麼可以時夢呢 所以我們自己 真的要珍惜 保守神給我們一切 那你說 我已經婚姻很難搞 怎麼辦呢 那我想說 對方怎樣不好也好 你可以用好的方法對待 以致不是你犯罪 是他犯罪 我們做好我們自己人 那刻意地處理 那很可惜那個人 我跟他訓練後 後來他離開了那個地方 那現在他沒有羨慕的 那我 即是我很知道 那一件事就是 我們羨慕的機會 和我們現有的婚姻 我們現有的工作機會 我們現有的朋友 都可以破壞 即是可以 因為一次路的破壞 所以我自己是很珍惜的 我有任何一個人的信任 我感謝神 我要建立這個信任 我要更加去祝福人 讓別人能夠繼續信任我 讓我在神眼中 真是一個中心的福人 即我會時時提醒自己 神在我身邊有寶貴的計劃 亦都在你身邊有寶貴的計劃 你和教練都說 神在你身邊有很寶貴的計劃 神在你身邊有很寶貴的 神在你身邊有很寶貴的計劃 我們要盡力保守這個計劃 我們要盡力保守這個計劃 神在你身邊有很寶貴的計劃 不要受到任何罪迫這個計劃 不要受到任何罪迫這個計劃 太苦了 就是當我們珍惜我們生命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們真的不要隨意犯罪 我們真的要刻意地處理 這個動力很重要 另外一個就是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真的可以得的 就是有人認為 有些人認為 不是 露氣 壇話 淫臉是一些比較難處理的罪 為什麼呢 是經常遲擾的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是真的完全的團絕的 即是有一個的意念 立即是團絕的 是可以得的 可以得性的 得性是很喜樂的 你人很輕鬆 沒有後悔之憂的 我不是說我在神眼是完全的完美 我不是這樣說 我是在神眼一定有不完美的地方 但我知覺的罪是真的處理的 我不會用我一樣的罪在這裏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生命太寶貴了 不值得因為一樣的罪而破壞 當你這樣想 你就不會犯罪的 這麼寶貴 不值得 我們一起說 我們的生命這麼寶貴 不值得因為一樣的罪而破壞了這個計劃 不值得因為一樣的罪而破壞了 當我們心想的時候 就會有動力 有動力的時候 這個得性目標其實是 基督徒處理生命的方法 聖靈教我們的方法 聖靈會提我們有甚麼罪 然後你就會留意到 聖靈說這件事不對 跟聖經處理之後 耶穌求你幫我 然後我們就不要犯罪 不過很多人是怎樣 聖靈說不要說謊 可能他說了幾十次之後 等了很久 沒有刻意處理 我想鼓勵大家 刻意盡快 幾秒鐘處理 最好一秒鐘 最好零點零一秒 即一出現 尋一聲立刻處理 一想廣大人 立刻奉耶穌明 不要說謊 一想生氣人 立刻奉耶穌明 立刻祝福祂 一有甚麼烏壞意念 立刻奉耶穌明 立刻奉耶穌明 這樣的時候 是喜樂的 跟從神的路是喜樂的 那 OK 好 這裏我講到這裏 有沒有人有問題 你會說 我這個罪真的很難搞 即是如果你想問我意見的話 即是你講得好像太簡單 這個罪很難搞 有沒有人有想到這些情況 你想問是問題的 有時候 很多時候人覺得很難處理的罪 是因為人 我老公這麼壞 老婆這麼壞 有些環境這麼壞 我常事這麼不好 我教會這麼多問題 那我們就會 即是因為那些問題 被他影響 那神給我一個疑點 我也曾經說過 當這個是一個人 他犯罪 那這個人犯罪 做了一些不好事 說不好事 那我認得好像 他把大臉撲到你身上 那些不好事 就是撲到你身上 那些人 但是那些人 周時被他撲到你身上 然後就會 反覆思想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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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我能夠靠主耶穌幫他 但如果他不接受我幫助 我只能夠放手 我盡力去幫他 幫不到的 那我便會放手 但我依然是他貼佈 因為我正面 很多時候人 就是選擇用負面的方法處理罪 我會選擇用正面 和刻意 是有信心的 輕鬆得色有幾個重點 一個就是輕鬆的 輕鬆一時說 輕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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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的 其實是刻意的 刻意的 刻意不是代表一定是很難的 刻意的 我刻意要發揮一個生命 不是這樣 刻意 全身為神 是這樣的 其實靜心為神很有趣 靜心為神是很鬆的 靜心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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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心得來 是很鬆的 刻意遵從神 也是刻意得來 很鬆的 多謝 我可以保持天上的聖徒一樣 我可以保持天上的聖徒一樣 充滿喜樂 充滿聖意 遵從神 是最好的 是輕鬆的 阿里路亞 我們刻意有餘 我們刻意有餘 刻意有餘 刻意有餘 可以嗎 你覺得 你想想你自己的罪 不過我想告訴大家 你今晚聽到是 自然之間 我也有講我自己的個人經歷 就是一有罪意願 立刻處理 立刻不要容許它 但我會告訴大家 如果你未曾有這個習慣 可能你有這個 你是基督徒一定有處理罪的習慣 不過問題是經過多久處理 即是說幾個小時幾天 犯了幾次序才處理 還是即時處理 我想告訴大家 即時處理 越快處理 後遺症越小 犯最好的後遺症 大家試過沒有 很多 很不舒服 很有內疚 很沒有力量 做不到神要做的事 一起講 最有很嚴重的後遺症 所以千萬不要留在罪裡 千萬不要留在罪裡 千萬不要留在罪裡 有人想到一些情況 你覺得很難處理的罪 想到一些情況 如果你找不到 不要緊 我也曾經 電話打出來 可以答給我問 在這個時候 因為今天我都有 好幾個是新來的人 想問有些人 戒煙戒嚥 戒嚥 戒嚥 戒嚥有幾個 其實所有處理罪 都有幾個因素 一個是自我形象 因為自我形象低 很難的 為甚麼呢 他不覺得自己很寶貴 即使你聽我說 我們心裡很寶貴 這是自我形象 電流 不是靠我做得好 我很寶貴 比如這個戒嚥戒嚥 戒嚥 戒嚥 戒嚥很重要 你很寶貴 他真的深信的時候 他的動力會強 他人生有目標 神明有目標 他有一個好的 social system 支持的系統 一個很重要的 即是周圍的人都欣賞他 而不是一個拆位系統 只是很多人需要一起 但像我這樣 我不用要人來鼓勵 我也會做過 但有些人會需要這些人 即是他需要周圍的人 鼓勵他 欣賞他 他需要一些正常的活動 正常的交友 正常的活動 以及聖靈的同在 其實很多方面都可以幫助 所以幫助一個人戒醫 或者戒毒 那個難處就是 他不看重他的生命 而他不看重習慣 長期的習慣 有很多因素 所以要跟他聊天 分析一下他 其實那個狀況 有什麼影響 他 去幫他了解 其實你的生命很寶貴 你可不可以相信神的計劃 你去真的行神的計劃 你想不想呢 他說我想不過力量不夠 不要緊 你想力量不夠 譬如你真的 你願意幫這個人 你說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 就是一個支持的系統 那支持系統 在一個開始的神點 譬如可能每一天 你都打了給我兩次 你告訴我 你有沒有吃煙 就是這樣的時候 變了給他一種的提醒 一個要交漲的情況 是會比較好的 亦都是有鼓勵 哇你今天上週沒有吃煙 好厲害喔 那你今天下週行不行呢 其他一個意念神就給我的 譬如說 這一分鐘不罵人 可以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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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大家 可以不可以 下一分鐘可以不可以 下個鐘頭可以不可以 那你脚下去就可以了 這一分鐘不吃煙 可以不可以 可以的 不過吃這一點 都是一個physical的一種 它physical裡面 有種身體的反應 那這個東西 可能它需要運動 需要 其實是需要很多東西 應該這樣說 人願是進入一些很 棘手的人 是越難出的 的而且是真的 毒人是很難出的 賭人是很難出的 淫亂的人是很難出的 淫亂的人是很難出的 因為那種人要控制它 所以這個是需要很大的system 即各方面配合才能夠去幫助它 即這個人要醒悟才行的 但是我想這裏來得這裏的人 應該不是那些 那麽強烈的人 但是我們是什麽人呢 發脾氣 浮面思想 看低自己 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 跟戒煙戒毒 是有些分別的 但是有些人說 都很難戒 我一世上戒發脾氣 都戒不了 就算了 整天都戒到石 都是這樣 但是這件事 起碼它沒有一個身體反應 即你不會說 你不罵人 你的身體就會有些反應 不會的 是在一個心裏面 體重自己的心 不斷告訴自己 不斷親日神 這是另一個方法 其實正先說 第四點就是親日神 即由早到晚 很寶貴的 哈利路亞 耶穌 好輕鬆的 哈利路亞 這件事就不會很想犯罪 這是其中一個因素 在我經歷四年中 我每天 一期恩道就有喜樂 是有幫助 所以我為你祈禱 你感受到這個平安 你就要保持 你要求入去保持 你感受到不重要 你繼續努力 繼續幫助你 即是你感受到些少 都很平安 那你就感謝神 你每次祈禱都留在這個狀態 然後你就日日夜夜 去洗手間去洗澡 去行路 乘搭車煮飯 洗碗 一路感謝神 阿利路亞 半夜起床都感謝神 你就會有這個動力 神會給我們動力 這個其實是一個system 即是整個system去幫助 沒有人有問題 不過我只是看了一件事 我去宣教看了一件事 就是那些毒癮、賭癮 真是很難教 是一些魔鬼很嚴重的工具 例如我工作人員 作為同志 都是講的很負面的說話 我都講一些不想插隊的說話 這次你會講一些武器的功能 所以當中的時候 你不可能抽來補功 原來你都已經是很負面的工具 希望去自行動 OK 這個就是在社會上做工 一個很困難的一件 那這件事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那些是不好 那一個絕對的標準就是 沒有根據他們的方式 問題不根據他們怎麼辦呢 那有些基督律就簡化了 就不理他了 即是不用跟他調計 只是說真的就公事 有些盡量就不跟他聊天 那這個是一個方法 不過這個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因為為什麼呢 跟著的關係不好 那 即我可以說我自己都沒有一個 絕對他這樣說話 怎麼回答他呢 那我自己就肯定 一件事我就說 千萬不要用回罪來回答他 現在心情人祝福 想想什麼方法祝福他們呢 我們肯定 在一群人呢 我都會這樣說 有些人一起走在一起 就講閒話 講食啊 講玩 我走在一起都不知道講什麼 也好 我真的有這個自己的方法 但是呢 我就會這樣的 我可能跟隔壁那個人 聊聊天 他問他 即是我問候他 真的關心他 但這個 在社會上 大家溝通很少 當時都是玩 那些 那我關心他的時候 因為我和人都有關係 不過我不是用他的方式 即我沒有跟了他的方式 來和他跌行關係 我是用一個關心 即我不要因為他 而對他有負面看法 我始終要持續對他有祝福 但這個我可以說是困難的 我都知道很困難 我知道在社會上 工作是困難的 在社會上 在社會上 作詞員 作詞員 作曲 請